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Suzi盛盛的频道 今天我将教大家打造一个经典的全亚光港风妆容 如果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 就接下去看吧 记得一定要给我一键三连哦 第一步用到的是亚瑟兰黛Double Wear气垫粉底液 你们少量多次的以按压的手法上妆 量一定要少 这款底妆遮瑕和持久度都很高 记得脖子上也一定要上一些粉底 这是我上完右脸的妆效 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 遮瑕还是我的老朋友 Catrice 来扔一下我黑曲曲的痘印 用遮瑕刷把遮瑕液晕开 再用海绵把边缘模糊掉 体量不用的是L.A.Girl的白色粉底液 我们把纯白色的粉底液与肤色粉底液综合一下 调出一个较亮的肤色 在额头鼻子脸颊下巴注作提亮 这样会让我们的五官显得立体而饱满 眉笔我用到的是来自维兹自动眉笔的06号色 因为港风妆容比较阴气 眉毛需要深色且浓密一些 所以我用到深灰色的眉笔 这款笔心软硬适中很好上手 用遮瑕盘的浅色再修饰一下眉毛 让眉毛周围的皮肤更干净 能使我们的眉毛看起来更加的规则和利落 下一步 再用提亮修容盘做额头和眼下提亮 用同一盘中的修容色做脸侧修容 用火描刷以点拍的方式 少亮多次 叠加的更加自然一些 鼻影还是来自菊朵丹色眼影M29 从眉头下方开始晕染到鼻头 港风妆容的鼻影可以稍微深一些 眼影盘来自Hidden的摩登时代 这盘大多数都是亚光的颜色 很日常也很复古 第一个用到的是第二排最后一个黄调棕色 再上眼简大面积铺满 然后换一个更小的细节刷 铺到下眼简三分之二处 再用晕染刷晕染开边缘 第二个用到的颜色是二排第一个深棕色 加深上眼简内侧和下眼简三分之一处 把两个颜色都晕染开来 会出现一种有浅到深的效果 最后用到的是二排第三个棕黑色 再上眼尾加深 画出上条的眼线 用晕染刷晕染开来 最后再用Kiss Me的深棕色防水眼线液 在眼尾三分之二处开始画较粗的上条的眼线 随后我们用橘左的棕色眼线胶笔补充一下上眼皮的内眼线 把睫毛夹翘一些 然后我们就准备上了角睫毛了 其实我平时并不太用夹睫毛 哈哈 所以呢 手法比较粗暴 观众老爷们可以当个错误示范 睫毛膏用到的是Dolly Wink的浓密睫毛膏 把我们的真假睫毛稍微融合一下 然后刷好下睫毛 敲黑板敲黑板 独门无中身有卧残大法来了 我们用压光的体量修容盘 在下眼间卧残亮面做体量 暗面加上阴影 暗面下方再做一次体量 这样可以让卧残变得超立体 即使你本来没有卧残 如果实在是看不明白的话 我之后可以做一期教学 腮红这次用到的是 Air Ego的483 一个微光的土橘色 很适合与修容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来隆重介绍一下我的新头爱 Colourpop Ariba 一个超级正的鲜红色 它不偏橘调也没有眉红调 真的是矩正大红色 改良版以后的质地不拔干 而且很轻薄 为了避免一笔下去唇形 画错了得卸妆 这样会很麻烦 所以我先用棉签晕染出一个 自己想要的唇形 再厚涂上去 等唇又完全干透 是一个极致亚光的妆效 最后一步用RCM的亚光 三份定妆 妆容就到此结束啦 喜欢我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我 这是我的微博和B站账号 对啦对啦 小姐妹们一定要帮我 点赞弹幕 投币收藏评论和分享 你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那么下一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